Hello,大家好,这个就是我 现在正处在加勒比海水下40ft左右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加勒比海的水下世界是怎样的 我们这一次波多里格出行呢,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去V岛上看荧光海 另一个就是争取在波多里格前一次水 我们本来是要一早开船去一个叫Decessual的小岛 但因为天气原因,改到了一个主岛附近的潜水点 加勒比海的珊瑚比夏威夷的珊瑚可是要大的多,骑形怪状的多 一下水,映入眼帘的就是大片大片的珊瑚礁 有这种像碗状的,有粉色的或者是紫色的 Azure vase sponge,花瓶状海绵 有这种像黄瓜状的,黄色或者是绿色的Yellow tube sponge,管状海绵 还有这种像大片叶子的,随着水流翻来翻去的Sea fun,海扇 还有这种像树叉的Sea rot 如果在Sea fun上面仔细看,还能看到这种白色的小小的海兔 学名叫做Flamingo tongue snail,仔细看上面还有两个小耳朵 有些珊瑚上还有这种类似小眼睛的生物,据我的猜测可能是某一种海魁 你一靠近它,它就马上把它的小眼睛闭了起来 这个珊瑚缝里还藏着一只大龙虾,但它只露出了两个角来摇摇晃晃 我们也只能从这两只硕大的角来推测出里面应该是一只硕大的龙虾 这种巨大的碗状的,也是加勒比海特有的一种海绵 Berzo sponge 我发现它常常会成为螃蟹的聚集地,经常有螃蟹挂在上面 或者是藏在这个海绵体的里面,这里有一只螃蟹 还偶遇了一只加勒比海的鳗鱼 看上去和夏威夷的鳗鱼也没有什么区别 还有这个黑白点的小鱼,也是加勒比海的特有生物 Smooth Trunk Fish 它这样撅着嘴真的好可爱 最后一个就是鼎鼎有名的Lime Fish啦 它在加勒比海真的非常常见 我们刚开始见到它的时候还会特别的激动 追着它各种拍 它虽然很多鱼鳍,但其实不擅游泳 所以它们就很懒,一般都不怎么动 我们的小伙伴就会在它旁边轻轻地推动水流 让它能够缓缓地动一下 但它们一游起来,所有的鳍都一起飘动 真的很漂亮 前到后来就发现加勒比海域真的有很多这种Lime Fish 几乎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 就没有刚开始的那种兴奋劲 潜水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一定要选择非常靠谱的Dive Body 这样万一遇上紧急情况的话 有靠谱的Body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我们几个人都带了非常可爱的潜水头套 这样也是为了在人群中方便认出自己的Dive Body 那波多里哥的潜水视频就到这里啦 拜拜